操作機器製作口罩 員工忙到沒停過 這裡是台城衛生衣材有限公司 過去是口罩國家隊議員 疫情嚴峻時 曾送六百盒口罩給玻璃市大人 日前選舉 員工製作口罩也沒停歇 替民眾黨印製宣傳口罩 看是正常營運的公司 現在卻爆出欠員工薪水 一個多月遲遲沒領到錢 生活開銷都快撐不下去 讓員工更無奈的是老闆的態度 求證醫財公司的副總 他強調自己會負責清算 並在一月二十二號的勞資協會中 解決欠薪問題 口罩國家隊在疫情期間建立好口碑 但要打價格戰根本毫無勝算 中國一片成本只要零點六元 相較臺灣原料人工貴 一片成本少說零點八元 整整多出百分之四十 國際市場幾乎是中國天下 因為中國大陸就是說他們這個長很多嘛 那有時候就是說品質品管的一個 這個問題 那臺灣的話是品管是比較嚴格 那他們稱之不齊 中國製的口罩大舉壓境 部分臺灣國家口罩隊努力轉型 在全球市場的淘汰賽中 爭取一線生機 3D新聞 林鈺君代表陳台北總播 中文字幕提供